看看新闻网 如果我觉得帅 那帅就好 对 这是我的重点 锦绒自恋是有资本的 因为她在拼干爹 拼背景 拼演技的娱乐圈 真正做到了靠脸吃饭 凭借这张俊脸 她俘获了天后蔡依林 成功继身非文化 提名先行列 成为各大时尚活动 争相妖娱的红人 凭借这张俊脸 她吸引了小四郭敬明 赢得了电影 小时代中功名的角色 全程只要帅帅地出现 不用任何演技 就一跃成为电视圈红人 其实我最享受 故事演戏的过程 是看完电影作品之后 龚先生都准备好了 那个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让我最开心的时间 脸帅就是这么任性 在大家当锦绒是花瓶 一般存在的时候 锦绒却觉得自己 已经是个票房保证 完全可以猴主爱情 武打 警匪 可坏 任何类型的影片 变成一个英雄 我是一样 所以我希望我有机会 可以演一个英雄片 你以为英雄片是这样的 这样的 我是这样的 不 锦绒的英雄梦 只是这样的 我比较不要做那些 带个脸照 就是看不到脸 要一个看得到脸的英雄 游协定 天后你家男票这么自恋 也不管管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lic